今天下午,經理又出外景 今天來到的地方是離我們K店工廠,非常地嚴近 所以這裡的收穫服務跟速度是特別的快 那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台中收集棒球場的旁邊 這裡是武器車 武器車的話 經理個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有很多的車友在Folice裡面的設盤 或者是說群組去詢問的時候 別人會問說 裝避震器的話是要到哪裡安裝? 或者是說 改Folice的話要到哪裡更改? 全部都是洗版 洗版的是哪裡? 就是這裡的武器車,這裡是專改 山林的一些車系 尤其是因為老闆 他自己是開Folice的車款 所以對這個車系相當地熟悉 我們來看一下很特別的一些景觀 這邊是武器車的一個KT牆 其實這個只有一部分 但是可能裡面有一點看得到嗎? 這個是KT的安裝完畢之後的一些避震器的箱子 那我們再來看到這個只是一部分 地上還有庫存 這邊都還有庫存 這裡要更誇張 這一邊牆一樣是KT牆 這個都是Folice的車友 通常的一個戰機 當然很謝謝武器車那麼的通常 也很謝謝Folice的車友 都會主動幫我們推薦 當然這個KT的產品 應該有一定的水平之外 相信這邊的一個對Folice車系的了解 跟服務的話也都是受到車友們 大家的推送跟肯定 才有辦法 銷售得那麼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這一台Folice 這台Folice 一樣是安裝KT的一個道路版的避震器 那道路版的話 我們在直播上中 反倒是Folice的車系 比較少介紹耶 因為Folice呢 全國幾乎都過來這個機車這裡做安裝 所以可見Folice這裡安裝Folice 那個機車這裡安裝Folice的數量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台車前面是 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後方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現在一些像今年的新車來說 像馬斯達3的子彈 還有庫克斯的四彈 一般來說會針對後方的懸吊來討論 是多連桿的或者是拖一臂的 可是三年的車系統 從以前93年97年00年 那時候就全部都已經是多連桿的系統 到現在維持了 最新的懸吊系統 一樣是後方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所以三年的錦盤 其實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的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是一個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它車主的話其實也有做了一些 基本的一個改裝 譬如說來臨面的部分 還有這個是龍影的 Summit的一個強化的離載鑽 這些都已經有做改裝了 那避震器的話 那今天安裝的版本是道路版本的 前面我們一般配置的公斤數 是200x7公斤的彈 它整體的乘坐感覺 能夠兼顧到舒適度跟操控器 所以一般的話 大概Folix我們都是做這樣的配置 可是Folix的前面呢 一般配置其實 大概最輕的話大概6點多公斤 那比較重一點點的話 8公斤也都還可以 因為Folix的前面這樣的公斤數上下 其實乘坐起來感覺都還OK的 Folix的重點是在後方的彈網 跟公斤數還有形式 那待會的話再來介紹後面 那前面的話我們是配置的 200x7公斤 這部車是賣花城的 一般賣花城 如果中型房車以上呢 都會配置避震器的上座 那這部車KT一樣有附上座 上座的話是在這裡 這台車拆裝還蠻簡單的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之後 從引擎室的側邊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 那這個上座KT本身就都有附了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直接把KT的紙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要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的話 這台車還好 也許有可能07年08年 車齡都已經超過10年了 那也許有可能拆下來的時候 避震器已經損壞掉了 那也許有可能本來是裝其他型式的 那也許有可能跟KT的規格不符 那在安裝的時候 對計時來說都是很麻煩的事情 但KT的話不會有這樣的麻煩 因為KT這台車前面跟後面 我們分別都有附上座 這個就是我們KT所附的一個上座 那在上座的上方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KT的LOGO 可以看到它往H的方向跟往S的方向 往H順時針的話它旋轉它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 S的方向它就會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個地方 車友可以自行調整到自己想要的一個軟硬度 那調整的秘訣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沒關係 左邊15段 那右邊的話記得一定要15段 那在調整阻眉之前呢 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胎壓 一般來說 如果車友們原來是裝改裝避震器的話 那就要特別注意胎壓 如果本來是裝原廠的避震器 那它的胎壓值也許有可能打得比較高 比如說打到38 39 那其實這樣對改裝避震器的胎壓來說 都算是偏高 像在日汽車來說 它的駕駛座的側門旁邊就會有一個貼紙 那上面的話就會寫上建議的胎壓值 那一般來說 大概像這樣的205、15、16或者是17吋的話 大概都是冷胎的時候啦 大概都是32到33PSI 所以改裝避震器之後的胎壓 建議呢 就要依照原廠的胎壓下去做施打 不能太高也不建議太低 那在車靠調整的部分的話 KD的設計 是靠桶子很可調 從這個地方有一個托盤 我們把這個托盤往旋鬆的話 它的長度如果整體調長 這個都不動 上部的零件都不動 這個藍色的角度如果往下延伸的話 它的長度變長 那側高就會變高 那如果縮短的話 側高就會變低 所以它能調高 跟調低的範圍呢 相當的寬寬 最高的話 大概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那最低的話 大概可以到半指腹左右 那一般來說 鍋底的車油大概都是兩指上向 會是一個兼顧到操控 跟舒適的一個設定的高度 那像這樣的設計 不論你調高或是調低的 因為它不是靠壓縮彈 去改變車高的 所以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落差其實不會很大 那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嘛 所以當你 呃 負面器在作動的時候 或者是在轉向的時候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它還得要負責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還得負責旋轉 所以才會有上座走程的瀏覽 那所以負責上下跟旋轉的話 就要特別小心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呢 安裝完畢子之後 一定要特別要把它敲緊 免得它開一開如果鬆脫 是會有意義的 會有高功能的意義 那KT的用料的話 我們所使用的主名有 填充在裡面的主名有 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名有 那油風的話 像是這一台車 霍利子也很多的車友 是推從日本PIN的品牌 像日本的PIN 它所使用的油風 跟KT一樣 都是日本油風裡面的龍頭 就是NOK的油風 所以我們的油風 還有主名有的話 都用得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 製造這些避震器的工廠 並不是尾油他廠代工 所以如果像用到這麼好的主名有 可是也許有可能 8萬、10萬 甚至10來萬公里之後 主名有可能衰退了 裂化了之後 可能沒有像新品的時候 那麼好做 那車友們其實可以考慮 這個裡面的零件呢 是可以翻修的 所以KT都是可以維修的 那包含裡面的防塵套啦 裡面的管充饅頭 這些耗材 都是可以單獨來做購買的 所以這個是KT的 它本身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才有兼備的一個優勢 那Folice的話 它的一些油管固定架 這個是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這裡有一個ABS感應線 這些的扣距的話 都是跟原廠一樣的 所以這個完整度的話都相當的高 這是前面 Police的前面的部分 那後方的話 我剛剛今天有介紹 那後方的話 算是一個多連桿 選票機動 那後方的取決於 好不好做的重點 是在於彈簧 那這條彈簧 它的長度比較長 是大概18公分左右 一般來說 如果單筒式的設計 一般來說 有可能會做的比較短 或者是說它的形式比較偏向直卷 那直卷彈簧 用在前面的話還好 是用在Police的後面 它作動的時候 它的往回彈的時候 的令道 比較沒有辦法 往兩者釋放 所以後方的話 一般建議都是可以 登籠狀的彈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它的上部的設計 因為Police 如果我們把避震器 拆下來的話 可以留意到 它的避震器其實 上座跟避震器 其實是有一個斜度的 所以如果用直卷彈簧的話 這個斜度比較沒有辦法對應 就有可能會有避震的狀況 但是KT的話 為了這台車 我們打回調 專用的彈簧 所以它的上座下方 就是要合我們專用的彈簧 所以規格的話 都是專制專用的規格 既然這樣的設計 原廠不會有避震 KT也是這樣的設計 所以我們的避震率 在Police來說的話 幾乎是0 所以這個設計的話 雖然成本會比較高 可是這樣的設計 應震率的話 是相當相當低的 那側高的部分的調整 跟前方一樣 它在下角座的上方 有一個齒輪重的托盤 一樣是從這裡 因為這個並不是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側高調整的話 一樣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裡可以看得到的是 我們彈簧的規格 這個180指的是彈簧它的 胃壓縮時候的自由長度是180mm 5的話指的是5公斤 那5公斤的意義就是 當我們車重呢 下壓1mm的時候 需要5公斤的力道 所以後方的彈簧配置呢 KT是配置5公斤 長度的話是180mm 那這部車除了KT的設計 除了可以調整軟硬之外 它也可以調整車高 軟硬的調整 後方的話 我們也有附了一個專用的調整軟鈕 它可以延伸出到行李箱後方這裡 所以不需要再把DNA拆下來 才可以調整的處理 我們直接從這個專用的機構 來調整處理就好了 那今天的後方的話 還有改了一些其他的零件 譬如說來這裡的話 它還有很多的改裝品 都可以來跟武器車的老闆 來做選購 譬如說這個直幣 武器車也有跟龍引 有共同開發的一個下直幣 或者是這些可調式的強化的離載串 或者是這裡有一些下面的一個緊緻拉桿 補強的拉桿 這邊都有販售 包含了這個仰角調整器 所有的大家可以想得到的一些 後離石的相關的改裝品 這裡都有 包含如果車友們覺得這樣的原廠動力太薄弱的話 這裡也都有辦法針對車友的需求來 提供車友們做一些動力的提升 底盤的提升 這裡都有辦法來應對 所以這裡簡直就是 三連的專門店 佛麗斯大家的一個選擇 最棒的一個店家 以上是今天 請你來到台中 這邊是台中 台中週季棒牛場旁邊的汽車 如果 福利斯的車友 或者是三連的車友 有需要來試乘的話 這邊也有提供了福利斯 實裝KT的一個產品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避震器的話 常常我們在網路上 或者在家屬上 或者在粉絲團上 所以我們會詢問 哪一間的避震器比較好 其實每個人想要的感覺 不太一樣 經理會建議車友們 來這裡試乘看看 他覺得 這樣乘坐起來 感覺 有滿意的話 再跟阿華阿老闆 來談就好了 因為避震器的話 用詢問的話 其實是不太客觀 包含每個人 背景的改裝條件不同 包含每個人想要的感覺 不一樣 所以有辦法來實測試乘 是最客觀的 比較避震器的方式 很歡迎車友們 來這裡來試乘 這裡也不只是福利斯 也有很多的車系 都來這裡來做 來做一個改裝跟保養的 這裡都有辦法來做所有的 OK 以上是今天 請你在台中 汽車的安裝 克里斯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